有个人就说,他很苦,很多困难,他就说,为什么我要求神,神才给我,那这里到底他对神的看法错误在哪里,对于圣经的明白在哪里错误,那错误的地方就是什么呢,他以为他一信耶稣,神就会凡事帮助他,这个是错误的观念,圣经说什么呢,爱神的时候,神才为他预备眼睛,为神体见, 以后我未曾听见人生未曾常读的东西,亲近神的时候,神才亲近他,但神感到他先的,但如果不亲近神,他经常都不亲近神,根本神不会亲近他,他就不会多结果子了,他没有先求神的国同余,而这一切就不会加别,圣经是,耶稣无条件为我们死,那我们一悔改信他,耶稣就得救了,但这个关系是需要维持的嘛, 如果一个人是没有维持,又没有祈祷,又没有悔改,又没有跟耶稣的关系呢,他就算说信耶稣,其实他已经是会有危机,他可能不得救的,因为他危机就是根本他不是真的信耶稣,就是他只是头脑上信,而他不知道圣经讲完祝福全部都是跟人有没有亲近神,信靠神, 信奉神有关的人,就是亲近神,信靠神,爱神,侍奉神的人,遵从神的人,神先答应祝福,圣经是没有说你信,但你什么行为都没有,神给他祝福来,是没有这件事的,那这个是很多人的错误,他以为我信耶稣,我回教堂,我信耶稣了,这样神就会搞掉我的家庭,我的内心世界,我的病,我的问题,工作,他没有看到, 耶稣的祝福,为什么耶稣的祝福是带有一个,其实耶稣的祝福是一个恩典来的,不过是带有一个条件,就是这个人跟神的关系,原因他没有跟神有关系的时候,神不能够来到他那里,来不到他那里,他的心打不开的时候,他的心只是烦恼,不开心,耶稣进不了他的心,耶稣不在他心中作和,于是他就会没有,就是他就会 所以他得不到神的祝福了,大家能够拿到吗? 其实他是不是未懂得掌握,去到 就是第一个问题呢,就是说,人以为我信耶稣,无论我生命怎样,我都一定得福,这个是错误的,就是譬如有个人,他信耶稣,但他又跟人吵架,又犯罪,又不悔鬼,又做事不负责任,那他自然呢,家里又吵架, 上班就被人吵架,那他就说,我信耶稣,为何神不帮我呢? 其实他就好像以为信耶稣,就是好像什么恩典就会自动离开,这个是错误的,就是你一定是管理好你的生命的,跟从耶稣,和耶稣,但是一定是靠耶稣的,因为你只是靠自己,你是没有担保的,但是我们依靠耶稣,亲近耶稣,就是有担保,因为神答应了祝福我们的,这个是第一,那第二个问题呢,就是那个人就说, 我实际上讲给神听,神的而且有句话,你未求以先,神已经知道了,的而且有句话,那这个是马帝福音第六章,但是马帝福音第六章33节就讲这个问题,怎样得到祝福了,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,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,就是跟着就说,神已经知道了,知道是不是就是不用祈祷呢,不用跟神有关系,不是哦, 是你先求神的国,就是跟神有关系,我关心天国,我想多些人信耶稣,我也都想是,第二个意思就是,让耶稣作王,耶稣作王就是他天国,这样呢,也都追求神的义,神的义有两个的,一个就是基督的义婆,耶稣的义婆在我身上,第二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, 我们进行神的义,当我们追求天国和神的义的时候,这些一切就加给我们了,那这样的时候,有事不一定要求的,但是我们是可以求,我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求得回来的,就是我有那些机会读书啊,那些学习啊,是我没有求回来的,是神为我开路的,那这个就是,眼睛未曾听见,二朵未曾听见,你想都想不到的,那些东西就给你了,那所以这个问题, 是,大家明白,是不是?那人应该做什么呢?那一信耶稣,很自然地,就应该亲近神,看圣经祈祷,去遵从神的吩咐,也都,因为神会感动我们的,想认识神更多,跟神有关系,也都会感动我们去遵从神,就是犯罪的,心里面觉得内疚的,那会有种心想遵从神, 又见到人未得救,又想关心他,这个是神救我们之后,有这些的,这些的改变的,那我们顺着这些去做,的时候,那一路跟着,神一路带着,一路带着,那这个过程,神就会一路祝福他的,他的生命的,就是有时人未必第一步就去到,就是放下自己的事了,基督徒,是不是就是说,放下我们的事有两个意思的, 一个意思就是说,健康的看法就是说,我们依靠神,凡是依靠神,神会供应我需要的,我不将这些世上的事放为最重要,但是初信的人,他很难,我份工不是很重要,我家庭不是很重要的,就是他,我们不是叫他立即说,你的家庭你放得,神是最高的,家庭第二的,或者是放下的,他未必会立即明白这件事的, 我们不是立即叫他去这个位置,而是说,神这么好,你跟从神了,那以后,你跟从神的时候,你就会荣耀神了,你荣耀神了,你荣耀神,你也都侍奉神,给神使用,那时候你就说,就算家庭有阻力,你都不给他影响了,你就不是好像满足,只是满足我们家人,但是你应该帮他,但是为了荣耀神,就不是经常被他控制,就是第一步,未必说,你要,就是,只是关心神的事,神才祝福你,第一步,反而就是他一路建立关系, 神就已经祝福他了,然后他一路成长的时候,开始学会,我可以放下我一些我想做的事了,我本来想做,不过我现在放下了,我为耶稣要灌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